第五十一集 这话要是从小法医狐狸的嘴里说出来 夏老头一准就翻个白眼就不吭声了 毕竟每次跟小丫头争一个上下高低的结果 都是老头自己蹲一边抽闷烟 不过这次面对自己徒弟提出的问题 夏老头倒是颇有信心的一笑 回了一句 你说我迷信 那我问你过度相信科学解释 是不是也算一种迷信 如果小法医听到这话 保不齐就是一堆话蹦出来 比如用科学研究成果 都是经过反复论证实验 并且可以随时重复的来反驳 不过对于屈飞直这个准书呆子来说 他可没小法医得零压力吃 当夏老头抛回给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思考的时间估计能够胡莉莉把夏老头回怼成夏老太太 现在自己徒弟这里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夏老头有点得意忘形了 甚至把之前不怎么愉快的九镇古井都抛到了一边 开始转而给屈飞直上课 其实我们所说的投胎转世 跟你那质量守恒定律也没啥两样 人死了直接埋进土里 或者烧成灰埋进土里 这结果其实是一样的 肉体腐烂 骨骼分解 最终变成土壤的一部分 为植物提供养分 然后植物又变成动物的食物 动物再变成人的食物 这不就是你们所谓的质量守恒 或者说食物链吗 对不对 可问题也就这么产生了 肉体可以这么循环往复 但意识呢 人的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答案吧 理论上来说 你这个质量守恒是可逆的 这就是说 如果你把同样的物质组合以来 可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 可这个被拼凑起来的所谓的人 他有没有意识呢 没有意识的话 算不算活人呢 如果不算的话 那这个拼凑或者说质量守恒的可逆 算不算成功呢 这个 这个 双料博是屈非直 这会儿开始挠头了 他发现自己被下老头引入了一个悖论中 如果拼凑的人 没有生命意识 那确实不能算活人 说明这个质量守恒是不对的 可如果有了生命意识 那同样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 这个生命意识是怎么产生的 是同样有一个可逆过程吗 甚至说 通过可逆操作产生的意识 还是不是之前那个人的意识 见屈非直无语 下老头继续乘胜追击 所以呢 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科学道理来解释清楚的 有些事情无法用科学解释 那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扣个迷信的帽子 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不断探索研究的 就比如十几二十年前 你能相信有手机这玩意儿吗 隔着几百上千里的 按几个号码就能说话了 这放在当初就是骗人的屁话 可现在呢 不也实现了吗 所以啊 科学首先不能否定别人 然后再去慢慢论证实现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这反问句一出 天才博士彻底没话了 不光无话可说 甚至还开始反思自己 反思自己是不是在科学的态度上有所偏离 其实在我看来 与其说屈非直被下老头的理论打败 还不如说他是被下老头这突如其来的发挥所打败 这老家伙 长期在狐狸里的压迫之下求生 算是相当熟悉小丫头的那种辩论策略 他把狐狸里的理论 加上他自己的东西一揉搓 然后扔出来 别说是双料博士屈非直 就是来个二十个料博士 也未必能在短时间内 从下老头的诡辩之中找到用来反击的破绽 我看了看表 一边打着哈气 一边对下老头说 我说老爷子 这都快凌晨一点了 您要是继续跟师弟这么聊下去 能不能让我先去睡会儿 下老头瞪了我一眼 怒道 这不一直说正事呢 你也是九镇人 这么不关心九镇的将来呢 我缩着缩脖子 得 您继续 您继续 不过咱这话题就该回到古井上来了吧 下老头冲我翻了个白眼 刚才说到九镇的古井 当年就是个学研所在 九镇人也因为常饮此水 所以生气充足 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为长寿 据说当年有位金典先生曾经说过 九镇人死后不宜外葬 恐因为生气太盛破坏当地平衡 于是镇上就才有了这么个规矩 我拿起一碗早已经凉透的茶水 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缓解一下困意 所以说就有了这个老道 害死王老太太的事情 他就是想拿到王老太太的血液 来做点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不过既然这么说 那其实死后葬的外面也没什么呗 夏老头微微摇头 那金典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学眼一说没有问题 生气一说也没有问题 但天下有阳便有阴 有生便有死 由此生气聚集之地 就有与之对应的死气汇聚之所 学眼一被堵 九镇的人也许感觉不大 但对于死气聚集之地 那影响可就大了 怎么个意思 您的意思是说 这边九镇的血眼没了 那边就出问题了 说到这里 我突然意识到另一个问题 自真俱拙地说 老爷子 您这话里有话呀 意思是真的有 有那边 夏老头冲我黑黑一笑 你觉得呢 我正在琢磨怎么回答 我正在琢磨怎么回答 沉默良久的曲飞直突然开口说 我信 我觉得有 我冲着曲飞直怒道 你个叛徒啊 刚才不还科学理论解释一切的吗 这家伙冲我呲牙一笑 科学的态度就是怀疑的态度 不能因为现在获得的知识 和我之前获得不同 就否定它 而且根据天文物理学的研究 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中 其实高达90%多 都是无法观测和研究的 暗物质和暗能量 我们能看见的 不过是这宇宙不到10%而已 所以谁又能知道 这90%里面又有些什么呢 说不定什么地狱啊 阴草地府啊 就在那些东西里面呢 我冲他一条大拇指 行 你小子真的是叛徒的好材料 生在这个年代都亏了 然后转头 看见了下老头 我说老爷子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您也别藏着掖着了 我们都是您的徒弟 您就给我们直说吧 咱这师门传承 是不是没有扎个纸人 糊个纸马这么简单呢 夏老头冲我呲牙一笑 小子 我就喜欢你这个聪明劲 不过就算你不问 我也准备跟你们两个小子聊聊 跟你们聊聊咱师徒几个人 最应该 也是最重要去做的事情 据我家里老人说 出大差这个事情 在解放前的时候 是相当隆重的 出大差的人前脚出门 镇上的人后脚就得忙活起来 那是真忙活呀 毕竟那时候离开大山的人少 死在外面的更少 再加上有那一魂一魄的事情勾着 镇上人既是表达了对死者的尊重 也是怕那无主的魂魄闹 所以每一个远归的死者 都会被隆重对待 苦主的家里 还会给出大差的人不少好处 就是为了自己家人的尸身 在路上会被善待 但解放以后 尤其是近些年以来 出大差的机会少了 其中的原因很多 比如医疗水平提高了 人没那么容易死了 通讯发达了 不像从前那种 人都死在外面了 还得靠人烧信回来 现在就算有病动不了 家里人也能及时知道 可以选择接回来 或者过去照顾 第五十二集 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年轻人信这个的少了 尤其是出外的人多了 和外乡人结婚生子的也多了 有些人自己还是信 但对于自己的妻儿 就不是那么在意了 慢慢慢慢的 也就淡化了这些观念 但归根结底 最重要的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没听说过酒镇发生过 因为客死未归乡 而闹出的事情 年轻人血气方刚不信邪 又没有具体的势力 这么着才越来越没人信 夏老头之所以出名 除了他是现在活着的 唯一一个能出大差的人之外 再就是和他的职业 有很大关系 他本身就在殡仪馆上班 自己又经营着殡葬用品 这就给他身上增加了 一种神秘不愿意接近的光环 会让人不由自主的 不想接近他 而这种距离感 又变相加重了他的神秘感 让夏老头越来越神秘 越来越被人看不清 所以除了极少数老人 能记得夏老头 是差不多二十年前 来到酒镇的事情之外 再也没人能说得出 更多的关于他的信息 诸如敬畏 神秘 甚至是恐惧 这样的字眼 把夏老头 遮挡得严严实实 别人几乎无法 透过这些 把他看得清楚 在我去夏老头那里上班之前 我妈曾经带我 去了趟二太奶家 专门去问夏老头的事情 二太奶 是我太奶奶的亲妹妹 我妈喊她二奶奶 那时候都一百零四了 眼不花 手不颤 虽然嘴里头有点不利索 但脑子可不差 可即便如此 二太奶也只能比其他人 多说出夏老头 当年拜师时候的事情而已 夏老头拜师的时候 是颇为轰动的 因为他在那个时候 只是个看起来 似是出头的 刚来镇上不久的外乡人而已 在他之前 这个行当 还没收过一个外乡人 尤其是如此高领的外乡人 在当时的时候 已经颇有些酒镇人 看这个外乡人的笑话了 可事情的发展 却有点出乎众人的意料 夏老头一头扎进了白石殿 只是过了一个下午 他就拜师成功了 顺利的有些不像话 不仅如此 这家伙的人面 似乎还特别广 什么派出所的所长 殡仪馆的主任 民政局的领导 似乎他都能打上招呼 说上话 这无形中 又让众人加深了 对他的印象 说这人本事大 人脉广吧 可真有本事 真有人脉的 谁又愿意来这山地的小镇 干这个活呢 夏老头拜师这事 传了小半个月之后 就没再有人提了 大家对于这个人的印象 始终都是模糊 甚至神秘的 但小镇不大 随着打交道的机会 越来越多 大家也就接受了 这么一个外乡人的存在 反正只要不影响 大家的生活 尊重九镇的传统就好呗 神秘了二十多年的夏老头 突然要在如此一个夏业中 向我和屈飞植 揭开自己的秘密 这实在不能不引起 我们俩的兴趣 一时间两个人 都挺直的身体 眼睛同时望向他 听着老家伙说下半截 一看我们俩这样 老家伙还突然拿起了范 伸手端起茶杯 往嘴上凑 颇有一番要长篇 阔论的架势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极其轻微的咔嚓声 从关着老道的房间方向 传了过来 我几乎条件反射一般 蹭了一下就站了起来 屈飞植比我更快 腰上一发力 右腿已经蹬住了地 眼看几步就能 窜到那个房间里 夏老头慢悠悠地 制止了我们俩的动作 急什么 然后他把手里的半战残茶喝完 这才倒背了双手 往那屋子走去 等我们三人进了那屋子之后 眼前发生的情形倒是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屋子里已经空无一人 用来绑住老道双手的布条 散落在地上 离地一米来高的窗户 已经被打开了 窗台上赫然印着一个黑乎乎的脚印 那脚印清晰至极 一眼看上去 就知道跟老道穿的那双布鞋鞋底的纹路 一模一样 屈飞植在这个时候 表现的就像个二愣子 丝毫没有一点博士的样子 人跑了 咱追吧 下老头把上半身探出窗子左右看了看 外面就是一大片庄稼地 实在看不出那老道往哪边跑了 不过他回身拍了拍屈飞植的肩膀 非常坚定地往左边一指 去吧 往那边追 他没跑多远 凭你的体格十分钟搞定 您瞧好吧师父 屈飞植如同一辆油门踏板被踩进油箱里的汽车 蹭的一下就从窗户窜了出去 顺着夏老头锁指方向一路狂奔 转眼就在夜色之中消失的身影 夏老头回过头来看着我 脸上堆满了虚假的惊讶 你怎么不追啊 我摇了摇头 您这就是六傻小子吧 老道是故意让他跑的 一听这话 夏老头笑了 笑得很开心 脸上的褶子都快能夹死苍蝇了 不愧是我的开山大弟子 脑子就是快 不过你倒是说说 我为什么要放他走 说实话 我还真没想过这事 我能从夏老头这磨磨叽叽满口放炮的行为上 推断出他是故意放老道走 但想不出他为什么要放他走 把老道关在这里 肯定属于非法拒禁 但夏老头能凭鲁平安的几句话 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老道拎来 肯定就不是怕这种事的人 既然不怕事 那就只能解释为另有用意 夏老头是那种出门不捡钱就算丢的人 能让他把这人放走 真的是得有足够的诱惑和理由才行 想到这里 我试探性地说 是不是您老人家觉得这个老道就是个跑腿的 没啥大用处 放走他之后 没准能钓出个大鱼来 夏老头乐得嘴都快咧到耳朵根子底下了 一边拍着我肩膀一边说 别看你学历不如你师弟 打架不如你师弟 长得也没你师弟帅 懂得也没你师弟多 但是你脑子比他活 会思考 这很好 我郁闷地撇了撇嘴 好家伙 您要是不补上最后一句 我这都快想要去自杀了 跟着夏老头回到院子里 给他重新泡了一壶茶 就目前来看 屈非直不回来 我是别想睡了 夏老头端起了茶杯 抿了一口 这才慢悠悠地揭开了谜底 之前那话你说对了 那老道就是个跑腿的 带他回来 没比拎只兔子难多少 不过我看他也就会这么一个法门 外加嘴皮子六丑脸皮厚 留下他还真没什么用处 索性就给他当鱼耳扔出去 看看能调出点什么玩意儿来 那您老人家提前不给我们说一声 说了就不真了 我们三个在院里聊天 他在屋里解开绳子 开窗户跑了 还弄出那么大动静来 这要是演得假了 那就没意思了 那在窗户跟前 你也可以说一下吧 夏老头又开始笑得像个老流氓一样 做戏做拳头 要是没个人去追一下那多假呀 可以追错方向 但不能不追呀 听夏老头这么一说 我都觉得背后嗖嗖的冒凉气 好家伙 这地方挨着省道可是不远 但凡我刚才冲动那么一点点 就得跟屈飞植那大傻子一起跑半袖啊 夏老头见我发愣 伸手拿扇子敲了敲我脑门 行了 你去睡一会儿吧 怎么 不等失地了 夏老头打了个哈去 你觉得他天亮前能回来 第二天上午 夏老头又早早的不见了 我陪着鲁平安去了趟殡仪馆 等到上午十点多 王老太太的遗体火化了 一个受尽了苦难的老太太 变成了鲁平安手里的骨灰盒中的一捧灰烬 我说不出此刻的感受 是应该庆幸他终于解脱了 还是应该背到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鲁平安站在我面前 这个四十多岁的汉子 两眼泪汪汪汪 他双手捧着骨灰盒 冲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颤声地说 我把老娘交给你们了 带她回家吧 完成她最后的心愿 第五十三集 我双手接过骨灰盒 先用提前准备好的黑布层层包好 然后向着鲁平安 鞠躬回礼 用低沉的声音 非常正式地回答她 请鲁大哥放心 我们一定平平安安 稳稳妥妥地把老人家带回酒镇 说到这里 我蹲了一下 试探性地问 鲁大哥 你也算是有酒镇血脉的人 不考虑跟我们一起回去吗 听完我说的话 鲁平安迟疑了一下 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个苦涩的笑容 他冲我微微摇了摇头 不去了 老娘交给你们 我放心 再说这边还有些事 总得需要我去做 说完这话 他就转身离开了 在那一瞬间 我觉得他老了很多 再也不是那个乡民口中的混混 变成了一个苍老的男人 一个背负着沉重心事的苍老男人 他的心事无法跟别人说 因为是他的姐姐 害死了他的母亲 且不说两边都是血亲 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证据和办法 去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更何况 他还有老婆孩子 就算他要把自己豁出去 做一些冲动的事情 也要为他们考虑 看着鲁平安离开的背影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 回到住的地方 夏老头正在院子里喝茶呢 我抬眼一看 桌上放着一兜油条 乐呵呵地问 好家伙 难得您老爷子给我伺候早点 夏老头眼皮都没抬 用下巴刻往身后点了点 你湿地烧回来的 我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 一边吃一边问 怎么个意思 他这才回来呀 夏老头点了点头 你刚走不久他就进门了 说是跑出去小二十里地 看着天快亮了就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了早点 这会儿正在屋里睡着呢 听完夏老头说的 我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傻师弟也快三十的人了 还有俩博士头衔 怎么在夏老头跟前 就傻成这样了呢 可这话 我可不敢真的说出口 这老家伙眼珠子一转 就十八个心眼 就我这脑子 还真不够他玩的 老老实实埋头吃饭是正事 夏老头似乎 对我这专心吃饭的态度 比较满意 嘴角微微地翘了翘 继续喝他的功夫茶去了 等我吃完早点收拾完桌子 又陪着夏老头喝了几碗茶 他这才诗诗然地站了起来 伸了伸胳膊 甩着甩手 开口我抬头 咱先去哪儿啊 至少我得知道 是不是还要回来 这小院退不退钱呢 夏老头摆了摆手 先找那个牛鼻子 办完事回酒镇 不回来了 等我找老板 等我找老板算完账 又把东西收拾好 装上车 这就过去了快两个钟头 直到此时 夏老头才让我把区飞值喊了起来 虽然此时已经到了中午时分 但这小半天的休息 明显还不够区飞值恢复的 他坐在车上的时候 还在不停地打着哈欺 整个人几乎就是 软绵绵地靠在座椅上 我一边发动汽车 一边问坐在副驾的夏老头 老爷子 咱怎么走啊 夏老头没支声 从一个布兜里 掏出了一个小瓷碗来 随手拿起了车上的矿泉水 往里倒了小半瓶 随后又从兜里 拿出了一片干枯的叶子 一下扔进了瓷碗里 那枯叶急不起眼 也就这会儿是夏天 如果是深秋时节 估计遍地都是这玩意儿 但就是这不起眼的一片枯叶 投入水中之后 便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那脉络开始一点点的膨胀风营 叶片上开始呈现出一丝丝的绿色 过了两三分钟之后 那叶子变得晶莹剔透 如同一片绿玉一般 在水中漂浮着 叶尖如同有生命一般 微微的颤动 激发一层层的波纹 夏老头双手捧碗 用下巴点了点那绿色的叶子 就朝着叶尖方向走就好了 哎 我答应一声 开车前行 同时还问 老爷子 这是啥稀奇玩意儿 弄得跟导航一样 夏老头显然 颇有些自得 带着几分炫耀的口气 打道 此物名叫 和欢叶 乃是和欢树上所长 这叶子都是一对对成长的 长大之后 摘下来 分别放在两处 两片叶子就会起了感应 随时可以指出 另一片叶子所在 我昨晚已经在那道士身上 偷藏了另外一片 虽然和和欢叶离远了 也不好使 但相信那家伙也跑不了多快 所以根据这片所指 找到他应该不难 夏老头正得意洋洋地说着 一直在车后座横躺着的 屈飞植突然坐直了身子问 师父 那您昨晚其实是故意 让我跑了个错误的方向吗 他这话里 寒悲带怒 颇有几分悲壮 没成想 夏老头回答的理直气壮 不错 我是故意的 不过乖徒弟啊 你昨晚那一跑 才是关键 你若三五分钟抓住了他 那我放他还有什么意义 你跑反了方向 这才能让那老牛鼻子真正放下心来 把我们带去他真正的老窝 所以此事如果解决 你必是手工 就这么几句我听着都敷衍的话 屈飞植就愣是给信了 不仅如此 还兴致勃勃地问起来 这荷欢树和荷欢叶是什么东西 怎么就能够如此神奇呢 夏老头乐得他转移话题 但也有些颇不耐烦地解释 这其中道理呢 我老头子是不怎么懂的 毕竟这荷欢树 早已经灭绝了数百年 而这荷欢叶 我也只见过如此两片 否则一定送给你 让你好好研究研究 前面的估计屈飞植 一句话都没听进去 就听见最后那句 让你好好研究研究 当时也不睡了 虽然他在后座上 但是身子往前探 两眼直勾勾地盯着 夏老头手里捧着的瓷碗 口水几乎都快滴在他肩膀上了 夏老头觉得烦 让我靠边停车 让屈飞植坐在副驾驶位置 用双手捧着瓷碗给我指路 他自己则躺在了后座上 舒舒服服地补教 屈飞植得了这么个差事 不光没有丝毫抱怨 两眼都快放光了 嘴里不停地念叨 太神奇了 这是为什么呢 Amazing 躺在后面的夏老头 蹭地一下坐了起来 大声地问 贼 什么贼 你俩小子给我看好了这宝贝 万一要是让贼给偷了 我饶不了你们 瓷碗里的绿色叶片 就像一枚导航箭头 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反正也不用管什么 按照他指示的方向开就是了 这叶片有个特点 距离越远 它上下颤动的幅度越大 原本这幅度还不算大 但是没多大一会儿 叶片活动激烈的 几乎要把这碗里的水给弹出来了 我在靠近高速公路 不远处的一个长途汽车靠站点找到了答案 这老道曾经在这里停留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然后在一个小时前登上了一辆长途汽车 因为它穿着奇特 工作人员还有点印象 不光告诉我这些 还告诉了我它上了哪个方向的车 随后我驾车在高速公路上一路狂奔 叶片也随之安静了不少 不过这车越开 我越是心惊 连续飞驰过几个高速公路出口之后 眼前的方向已经很明确了 这分明就是去九镇的路 一种有点不祥的预感 让我觉得很是不舒服 但现在还不好断言这个事情 毕竟鲁家村和九镇隔着几百公里 开车也要几个小时 目前的大方向虽然是九镇方向 但具体还难说 等我把车拐成一条车流稀少的车道之后 我对这个判断已经确认无误了 我放慢车速 让驱飞直把一只呼呼大睡的下老头叫醒 然后告诉了他我的判断 眼前这条高速公路 所对应的出口只有一个 那就是九镇 第五十四集 再有八十公里 就是高速出口 虽然还得再开一段山路 才能够真正到达九镇 但绝对已经算是九镇范围了 夏老头听了我的话之后 一贯挂在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了 眉头紧紧地皱着起来 过了两久 他才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 继续跟下去 到时候随机应变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夏老头用这种口气说话 说实话 我还是宁可他对我连朝代骂的 他现在语气沉重 语速缓慢 实在是有一种让我心里没底的感觉 在沉默的气氛中 我开车下了高速 从此刻开始 瓷碗里的叶片抖动幅度骤然减小了 不难判断 老道从高速出口附近下了车 依靠步行或者其他交通工具进了山 我想继续开车去追 但此刻已经临近黄昏 山路曲折难行 且没有什么灯光 非常容易遗漏目标 三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车放下 除了必备物品之外 其余东西都锁在车里 步行上山追赶 九镇算是四面环山 南北两侧山峰略高 东西则矮上那么一截 也正是因为如此 周边农户多往东西而去 少有往南北两侧山峰而来的 而我们此时登的 正是北侧最高的竹林峰 竹林峰因竹得名 从半山腰开始 就生长了成片成片的野竹 但这野竹品种不佳 最粗的也不过成人 手腕粗细 竹笋也难说可口 用也用不得 吃也吃不得 时间久了 山里人对这些竹子便没了兴趣 加之山高路远 便任其风生野长 我们此时汽车步行 不再走大路 而是一路攀缘向上 不多大功夫 就来到了竹林边缘 我原本还在奇怪 为何这老道明明不是本乡人 却对这道路如此熟悉 夏老头和屈飞直 在一处大石边 找到了两枚烟蒂 和一组脚印 揭开了这个谜底 烟蒂松软不干 明显是扔些时间不长 但品牌却不相同 看起来像是两个人所为 而石边脚印则更为明显 其中之一 就是老道的布鞋所留 另外一个则明显是运动鞋的鞋印 如此看来 是早有人接应于他 带着老道来到此处的 老道一直独来独往 从没有什么迹象表明 他在跟什么人保持联系 现在突然多了这么一个旅游鞋的足迹 而且对这一片熟门熟路 不得不说 形势变得有些微妙起来 但眼下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三人略微一合计 还是得顶头硬上 不管什么情况 瞎猜是永远不会有结果的 只有亲眼看到 才能够搞个清楚明白 而且我们三人目前来说 实力还是占优的 抛开下老头不说 屈非只能打 无需之意 我至少也能跟那老道 纠缠一段时间 只要对方不出什么幺蛾子 打架还是不怕的 打定主意 三人一头扎进了竹林 继续追踪 不过此时的追踪 是彻底没了头绪 只能依靠那此碗中的 翠绿叶片的大致方向 笔直前行 遇到丛生的野竹 就只能连踹加砍的 硬开出一条道路 这行进的速度 立刻就慢了下来 直到半夜时分 我们师徒三人 才终于狼狈地 钻出了野竹林 站在了山顶的 一片乱石之间 此时的荷欢印 已经停止了颤动 静静地停在了 此碗中的清水里 夜间直指三十米开外的断崖 我站在崖边 往下看了看 这不是光秃秃的石头崖 下面怪树丛生 野竹剑杂 一眼看过去 黑乎乎一片 根本看不见什么 怎么着 咱还得爬下去啊 下 下老头一边说着 一边在须飞直 快要哭出来的目光 注视下 把那荷欢叶片捞了出来 用一方手帕 仔细包好之后 揣进了自己的兜里 叶片一动不动 说明我们距离那老道 只有直尺之妖 说不定下方不远 就是他藏身所在 这大半天都折腾过来了 不差这一会儿了 我明知他会这么回答 但还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从肩上 把从车里拿出来的 拖车绳 取了下来 找了一块山石 绑了上去 这绳子双骨脚结 拆成单骨后的 总长度有近三十米 且足够结实 至少让我们三人下牙 还是问题不大的 曲飞直自告奋勇 第一个下去 他把小巧的手垫 咬在嘴里 双手握紧拖车绳 两脚蹬住山石 一点点地向下坠去 我则趴在石边 用手垫往他身侧找 好提前告知 他周围是否有危险 就在我用手垫 打量曲飞直身侧 五六米处 一从野竹的时候 手里的绳索 突然猛地一抖 紧接着从崖下 传来哗啦一声 我下意识地 把手垫光回照 却恶然发现 曲飞直不见了 发现曲飞直突然从视线中消失 我便下意识地伸手 去抓那拖车绳 绳子上 毫无吃力的感觉 更是让我心里不由地 突突了一下 曲飞直之前 所处位置极为危险 身下是有黑一片 又深不可测的断崖 一旦发生意外 想要救援都来不及 夏老头 这会儿也紧张了起来 他趴在另外一边 我们两个人 拿着手垫 近乎徒劳地向着断崖下扫射 希望能够找到曲飞直的一丝踪迹 可在此时此地 想通过有限的手垫光束 找一个人是何其之难 茂密丛生的野山竹和夹杂期间的各种奇形怪状的树木 把光束遮挡了一个严严实实 即便我把手垫光圈调到了最小 也照不出多远 而最令人担心的是 从开始到现在 曲飞直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这种无声的状态 更是让人平添了几分担忧 看了几分钟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您帮我盯着点 我下去看看吧 手垫筒往嘴里一咬 把自己的背包歇了下 紧了紧腰带和鞋带 随后双手挽住拖车绳 两脚蹬住崖壁 这就准备下崖 就在我将要脉步往下的时候 夏老头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 直勾勾地盯着我的双眼 说道 一定要小心 看着他眼神中的关切 我竟然愣了一下 实话实说 拜师这么久了 这还是第一次感觉 这老家伙这么关心我 可这会儿也不是矫情的时候 我用力点点头 随即不再看他 双手双腿同时发力 顺着陡峭的岩壁 慢慢向下走去 驱飞直消失的地方 距离崖边有十米多点 距离不远 但并不好走 我足足用了五六分钟 才总算接近了那个地方 也直到此时 我才发现此处的一个秘密 就在这层野山竹的下面 藏着一个山洞 山洞洞口算不上大 但容纳两个人 并行是足够的 最关键的是 上方的洞壁 是个反斜面 那层野山竹 就长在那反斜面上 刚好把这洞口 遮挡了个严严实实 非得下到这个位置 才能够发现这个洞口 我用膝盖夹住一根野山竹 固定好身体 然后拿着手电筒 往洞里面照 一眼就看见了驱飞直 他直挺挺地 躺在洞口一动不动 看胸口略有起伏 脸上和身侧都看不到血迹 应该是无大碍 而他的身子距离洞口边缘 不足一米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羡慕他运气好 只要再歪上那么一点 这小子就会坠下山崖 生死难料了 来不及想 他是怎么掉进 这个古怪地方 我先用手电筒 向着崖上晃了几下 算是给夏老头 报了个平安 随后小心翼翼地 继续向下 攀着临寻的石头 和野山竹 来到了山洞边缘 随后看准位置 松开双手的瞬间 凉腿猛然发力 一下子就跳了进去 落地之后 我顾不上其他 先检查了一下 屈肥直的身体 他浑身上下 只有背上有土 应该就是这么直挺挺的 摔下来的 第五十五集 庆幸的是 这家伙常年累月地 背着他的双肩背包 这就形成了一个缓冲 让他没受什么伤 只是昏了过去而已 见他没事 我起身打量着这个山洞 先保证这里是安全的 再考虑对他施救 这山洞明显是人为的 至少是有人 在原始山洞的基础上 进行扩建的 洞壁泥土上产印分明 还颇为刻意地 躲开了一些 难以铲掉的山石 最让我觉得 有些意外的是 这山上遍布野山竹 竹子的根系发达 而且生长极其迅猛 但这山洞中 却看不到竹根的痕迹 可见 这要么是有什么 密法密钥之类的加持 要么是常常有人清理维护 顺着洞壁往底看 大概有个七八米的距离 赫然出现了 两扇紧闭着的石门 石门嵌在山石之中 门上虽然没有什么落灰 但能明显感觉到 年代已经颇为久远 这种事情说不清楚 真的只是一种感觉 那种古物放在眼前之后 扑面而来的 无法形容的感觉 既然石门紧闭 那说明还算安全 随手推了一把没推动 我便没有继续往下看 转身去关注屈飞直 他这问题倒是好处理 我取出水壶 兜头盖脸的 给他浇了半壶凉水 被这么一击 屈飞直尝出了一口气 慢慢的行转了过来 屈飞直一边揉着脑袋一边问我 师兄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哪儿啊 我翻了个白眼 我还想问你呢 怎么就掉这么个地方来了 听到这句话 屈飞直也终于回过神来 但他的脸色随即一变 开口说道 我 我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抓进来的 按照屈飞直所说 他当时一边观察周围情况 一边缓缓下降 并没有发现这里有个山洞 后来不小心一脚踩空 这才注意到的这个洞口 但还没容他有所反应 就觉得脚腕突然一紧 如同被一只大手死死地握住了一半 笔石的屈飞直 连惊带下 慌乱之间 失了方寸 被一下子扯进了洞里 然后脑袋就撞在了石头上 从此失去知觉 直到被我颇醒 听起来 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可那个抓他的大手是怎么回事 里面不远就是石门 外面悬崖峭壁 哪里来的大手呢 而且屈飞直也仅仅是昏了过去 之后再没发现有其他伤痕 说明那手的主人并无意害他 那既然无意伤他 又为什么要把他摔进这个洞里呢 难不成只是为了让我们发现这个隐蔽的山洞吗 我一边想着 一边伸手去拉曲飞直 既然没事 那就别老躺着了呗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间听到了洞外传来稀稀苏苏的声音 我一下就觉得头皮发扎 好家伙 刚说完神秘大手的事情 这边就闹动静了 难不成的大手看我也进来了 准备一窝毁了我们哥俩 屈飞直也紧张 一下子从地上蹦了起来 反手从自己的双肩杯里抽出了甩棍 我空手没家伙 索性从地上捡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块钻在手里 两个人分裂左右 眼睛死死的盯着洞口发出声音的地方 只带那东西一露面 石头砸 甩棍抽 先给他个好看再说 洞外的声音越来越大 洞内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终于随着一个灰色影子的突然出现 这凝重到极点的气氛瞬间爆发了出来 我举着石头 从上往下砸头顶 屈飞直手握甩棍 从左向右抽下半 虽然从来没有演练过 但这一刻我们师兄弟心意相通 配合默契 甭管过来的是人是鬼 这一下过去 就算不死 也得让他脱层皮 可结果往往出乎人的意料 对方不光没死 还反过来给我们脱了层皮 一股大力 从侧面撞击到了我的手腕上 我只觉得手腕猛然间剧烈疼痛 别说握不住那块石头 整条胳膊都如同断了一半 比我更惨的是屈飞直 我这好歹还只是疼了一下 他早就已经叫得如同一头被放上暗板的猪 直到这时 我才看清楚 进来的是夏老头 老家伙手里倒握着把折扇 扇尾冲上 显然刚才打我手腕的就是这扇尾 不过刚才那一下明显是没解气 他又冲着我的脑门上打了一下 这才抬起了踩在屈飞直手腕上的右脚 阴阳怪气地说 怎么 师兄弟联手谋害亲师父呢 我赶紧陪笑 不敢不敢 哪敢呢 刚才光顾着听屈飞直讲故事了 还真的是把夏老头给忘了 夏老头哼了一声 斜眼看了看屈飞直 小子 你怎么回事啊 守着夏老头 屈飞直还不如见了猫的耗子 尤其是刚刚又错打了师父 这会儿都快把脑袋瓜子给捶到了胸口了 细声细气地跟个小媳妇一样 把刚才的经过 又给夏老头说了一遍 我从旁边也赶紧解释 说要不是屈飞直说得吓人 也不至于我们俩在这神经兮兮的 听完这通解释 夏老头好歹没那么生气了 但还是瞪了我一眼 这才迈步往洞里面走 来到石门近前 夏老头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地打量了好一会儿 这才皱着眉头说 这门有点意思 我撇了撇嘴 好家伙 您不说我也知道有点意思 关键是有啥意思 夏老头又冲我翻了个白眼 啥意思 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啊 屈飞直的声音有点耸 咱 咱 咱要进去啊 不过也难怪 他是经历最多的那个 估计那莫名出现的大手 让他颇有些心惊 不进去也没辙了 那大爪子把你扒了下来 不就是为了让咱们发现这个地方吗 而且你们看这石门虽古 但却没有什么落尘机灰 说明要么是有人经常打理 要么就是有人刚刚来过 想想那老道突然间消失不见 说不定就能在这里面找到答案 说到这里 夏老头向后退了两步 用扇子柄点指石门 俩小子 上吧 还等着当师父的伸手 给你们推门呢 我和屈飞直对视的一眼 心知这会儿理亏 便也不敢多说什么 两人迈不向前 四只手掌按在了石门上 低声喊了个三二一 然后同时发力 屈飞直自不必说 运动狂 健身狂 没事 能在自己包里揣个哑铃 用来时刻锻炼 攻二头肌的狠角色 我虽然没他那么猛 但好歹没事 也干点力气活 觉得自己也算是有靶子力气 现在我们俩同时出手 推动几百斤 应该问题不大 可没成想 我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屈飞直也是满脸通红 青筋暴跳 可那石门除了稍微晃了一下之外 就再也一动不动了 趁着歇手的功夫 屈飞直开始给我上理论课 师兄 是不是摩擦力的原因 根据石门没有把手来判断 我们推是没错的 这石门的重量 应该也不会超过一吨 否则运输都是一个大问题 不可能这么悄无声息地 运到这深山老林里来 所以我判断 应该是摩擦力太大 导致我们俩推不动它 我拿起水壶 咕咚咕咚地灌了几大口水 这才反问 你甭老跟我上课 我要听得明白 早就大学毕业了 你就直接说 咱该咋办吧 没办法 继续推 我冲它狠狠地翻了个白眼 说了跟没说有啥区别 有 有点区别 我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无非就是多施点劲呗 说完这话 我站起身来 一边把手按在了石门上 一边招呼屈飞直 准备再次尝试推开大门 屈飞直被我一顿抢呗 堵得不敢说话 低着头走到了我身边 拉起架势准备听我号令 再一次的三二一 再一次的青筋暴跳 可除了换来一身臭汗 和浑身脱力导致的头晕和酸痛之外 并没有任何进展 第五十六集 我筋疲力尽的一屁股坐在石门前 呼吱呼吱的喘出气 我就纳了门了 你说那老道能翻山越岭也就罢了 算他身体好 可这石门他是怎么弄开的呢 是他力大无穷呢 还是提前从这里预备了一个加强牌 屈飞直比我喘得还厉害 师兄 你说他们会不会 会不会有 有别的路能进去 正在这时 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的夏老头 失失然地走了过来 伸手在门边 一块石头上一搬 随后就听见石门后边传来的一阵嘎啦啦的响声 响声一停 夏老头单手放在了石门上 稍微一用力 石门应声而开 夏老头双手一背 脉步就往里走 就这还没忘了扔下一句话 凡事动动脑子 多观察多想想 还不是呢 嗯 我无奈地站了起来 随着夏老头往洞里走 临进去之前 还专门看了看他搬过的地方 这么打眼看过去 那不过是块稍微细溜一点的条石 还真是想不出 这老家伙是怎么发现这个玩意儿了 剑与这块巴掌大小的条石对应的 是石门下方一个足有篮球大小的孔洞 洞里有一根石柱 石柱直径和孔洞内径相差极小 不敢说毫里不差 但也绝对容不下半根手指 这种精确度放在现在看不值一提 可如果放在百多年前 没有几年的水魔功夫的话 一般人也是绝对弄不出来的 之前我们师兄弟死活推不动石门 应该就是这一孔一柱 起到了门栓的作用 这会儿区飞值也凑了过来 一边看还一边嘀咕 这还真有机关呢 可看这石门 感觉怎么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这机关怎么没失效呢 下老头的声音在洞内传来 这玩意儿如果设计合理 再利用沙子之类的驱动 只要不是开启的太过频繁 再来几百年也不会失效 别看了 赶紧走吧 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老家伙的语气已经颇为不善 我和屈飞值不敢再看 赶紧迈步走进石门 走进石门之后 我才终于明白这下老头 为什么语气不善 石门内的涌道 虽然比外面更窄了几分 但人工痕迹却极为明显 如果说外面是简状 那这里面绝对是精装修了 虽然洞壁还是有不少石块突出 但泥土已经被压得极为平实 脚下也铺上了石板 甚至洞壁和脚下的石板 都是精细挑选过的 颜色发白 手电筒的光照上去 有些反光效果 一束光照过去 周围七八米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说实话 面对着隐藏在深山中的精妙设计 我的心里有点发慌 如果进入到石门里面 发现是个很简陋的石洞 哪怕里面堆着几具尸体都没问题 因为那符合我的潜意识里 对这种深山里隐藏着的山洞的想象 但看着眼前这堪称精美的石头涌道 却让我觉得颇有一些不对劲 说不上来的不自在 尤其是当鞋底踩的石板上发出的声音 一直在耳边回荡的时候 这种感觉更是明显 甚至有一丝毛骨悚然 涌道细长曲折 且略带一丝倾斜向下 我们师徒三人这么走了至少三四十米 才看到了一面影壁墙立在眼前 说是影壁墙 但实际上就是一块突出来的巨石 设计者非常巧妙地利用了这块巨石的形状 和整个涌道的走向 把它变成了一面影壁墙 而且效果非常之好 虽然只有一步之遥 但却能够把视线遮挡得严严实实 夏老头停下了脚步 回头看了看我和屈飞植 低声地说 你们俩小子在这里等一下 我先进去看看 屈飞植担心地说 太危险了吧 我咬了咬牙 要不 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夏老头咧嘴一笑 你们俩呀 把本事学全了再说吧 说到这里 他把手里的折扇掉了个个儿 把扇柄冲前 随后一步迈进了影壁墙后面 嘴里还轻声叨咕了一句 能把我怎么样的小鬼 估计还没生出来呢 眼睁睁地看着夏老头 独自一人转过的影壁墙 我和屈飞植对视一眼 无奈地等在了外面 这会儿我心里 也是有点后悔 夏老头能带再大 也是个老头子了 让他一个人进入这黑咕隆咚 情况不明的山洞中 确实太过危险 正当我犹豫 是不是要跟着夏老头 进入影壁墙的时候 老家伙的声音 已经从里面传了出来 没啥东西 你俩进来吧 听到这一声 我不再犹豫 迈步向前转过了影壁墙 屈飞植也紧跟在我身后 走了过来 等转过影壁墙 来到了这石洞 真正内部的时候 纵然心里已经做好了 十二万分的准备 可眼前看到的一切 还是让我大吃一惊 首先来说 这空间出奇的大 之前的永道 已然不算小 但这影壁墙背后 更是大的离奇 这个天然形成的岩洞 洞顶上挂满了各色中乳石 被守电光一照之下 四处反光 把这偌大的空间 照得清清楚楚 而也正是这光亮 让我充分认识到的 这洞穴到底有多大 我们三个人 我们三个人站在影壁墙旁边 几乎如同面对的是 无尽虚空一般 看任何东西 都要仰头去看 我的脑海中 甚至有些恍惚 仿佛不是这岩洞变大了 而是我们三个人变小了 而第二个吃惊的 就是那些反射光芒的中乳石 这些其实遍布洞顶 虽然形状大体相同 但红黄粉白蓝各色齐全 有的中乳石上 还在缓缓滴落着石乳 那液体落在地面 发出清脆的滴答声 在偌大的岩洞中 回音渺渺 这是我平生亲眼所见过的 最大的中乳石林 如果不是气氛太过诡异 说这里是人间仙境 也不为过 如果说前面呢 都是钟灵玉秀自然造化 那么真正令我吃惊的 也是让我认定 不是自己变小的 就是眼前不远处的一处 明显由人工打造的园台 园台距离影壁墙 大约有二十米距离 全白色 有三层台阶 整体略高过地面一米 在光线映射下 虽然看不清细节 但朦胖中还是能够看出 石台上有雕像之类的东西 之所以能肯定是雕像 那是因为它们成一个圆形排列 然后都是跪地扶手 每个人做出的动作 做姿势都是一模一样的 至少活人是做不出 这么整齐画仪的动作 须飞直轻声地问 这 这是祭坛吗 瞎老头似乎想说点什么 但话到嘴边 又变了腔调 应该是吧 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说完 他还是一马当先迈步向前 向着那圆台走去 二十米不算远 走上几步也就到了 来到跟前再看 这圆台是用条石铺成 但每条石缝都处理得十分细致 几乎都无法插进一张白纸 做工堪称精美绝论 所用石材通体颖白 说不上是什么石头做的 但这白中又微微泛光 显然不是反品 我甚至怀疑 现在是不是还能够找到 这种奇特的石材 可当迈步走上石台的时候 我的震惊很快就翻倍了 这是个不算小的圆形石台 直径至少在二十米 石台周围一圈凋梁化洞 但这些还不足以让我觉得震惊 真正震惊到我的 是在石台最中央的 五米左右的圆形石板 我不知道这块与众不同的石板 是什么做的 甚至不能确定它是不是石头 因为在这整个纯白色的石台上 只有它是近乎透明的 如果一定让我形容一下 我会觉得非常类似 磨砂玻璃 而就在这层磨砂玻璃下面 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个黑乎乎的影子 而那影子的形状 活脱脱就像是一个人蜷缩在里面 我回头问夏老头 这 这是个什么特殊墓葬吗 此时的夏老头眉头紧皱 两眼盯着那模糊的人影 折扇不停地敲打着手掌心 两久之后 他才缓缓地答道 这不是墓葬 这是祭坛 祭坛 这 这是拿来祭什么的 可还没等夏老头回答 一旁观察那几个雕像的屈飞值 突然惊呼 师父 师兄 你们快来看 这些不是雕像 是人 都是人 听他这么一喊 我和夏老头 几乎同时 窜到了屈飞值的身边 顺着他的视线 去观察那几个雕像 雕像 一共九个 都是用一模一样的姿势 跪幅在透明石板一圈 彼此间距相同 且通体有黑 也正是这样 才让我们一开始认为 这就是雕像 而非其他 但当真的趴在地上 去认真细看 就会发现其中的不同 首先就是面容 一般来说 如果雕刻人形 无论工匠手法多么高明 这个面容部分 都很难做到和真人一模一样 就算是真的能做到和真人分毫不差 那也会选择要么微笑 要么严肃 要么痛苦的表情 总之是截取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片段 但当我趴在地上 去看那所谓雕像的面孔的时候 着实是被吓了一跳 这人脸上眼窝凹陷不出 嘴唇也近乎消失不见 让人看一眼 就说不出的恐惧和害怕 一般雕像之人 绝不会如此 只有尸体 才会呈现这么一个形态 其次就是肌肤 我刚才路过这几座雕像的时候 曾经伸手去触碰过它们 感觉触感如铁 便没有多想 但此时再加力一捏 竟然能够捏动少许 且有微微的回弹之力 这就绝不是铁石之类的 能够具有的特性了 而借着手电的光束 仔细再看 雕像的黑中 透着一丝丝的红棕色 这明显就是尸体 才会具有的特点 屈飞植胆子小 这会儿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这难不成是特殊手法 制作的干尸 夏老头一直站在 我们俩的旁边看着 屈飞植问他话 也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绕过了九具尸体 转了一圈之后 他才轻轻地点了点头 不错 这些都是密法所制成的干尸 你们看 这些尸体的手脚关节位置 并不那么自然 应该是死后 被打断了关节之后 摆成这个样子的 我撇了撇嘴 这么狠 这 这得是犯了多大的罪过 才能够受这罪呀 还得一直这么跪着 夏老头看着我摇了摇头 一副怒气不争的样子 也未必就是犯了罪过 你看这些人的姿势 明显是对中间那石板下的人 恭敬有加 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 能给君王殉葬 也是不得了的荣誉呀 屈非直对夏老头 那是一种无脑的崇拜 觉得自己的师父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师父 您能看出来 这些干尸 得有多少年历史了吗 不过这个问题 却是的的确确的为难住了夏老头 他蹲在了一具干尸跟前 眼看手捏得忙活了好一会儿 这才站起身来 摇了摇头 判断不出来 虽说这种处理尸体的方法 本身就是密传 但最重要的无外乎就是脱水 各朝各代流派众多 也脱不出这一个法门 不过随着地形地貌的改变 和当时技术的不完善 很多尸体并不能保存太久 所以只有沙漠地带 才有那么多干尸存世 而内地几乎找不到几具 据我所知 早在一百多年前 这门手艺就算是跟着大清朝一起绝了 毕竟科学技术发展了 有了更多的保存方式 人们也都看开了 觉得一把火烧了也无所谓 所以这手艺也就没了施展的地方 不过也不排除一些邪门歪道 会流传下来 做成如此祭坛 达成一些不为人知的目的 说到这里 夏老头顿了顿 用手指着这个偌大的岩洞 之前我也跟你们说过 九阵乃是龙脉学岩所在 周围生气流动不息 这就更难判断这些干尸的年月了 听他这么说 我和曲飞直同时轻叹了一声 倒不是失望 而是觉得造化神奇 还是有太多 我们搞不清楚弄不明白的事情 但既然这些干尸搞不清楚用处 那还是要找一下老道 毕竟他应该也是进了这里 如果没有其他出口的话 说不定他依然在这洞里藏着 不过我还是对中间那块 透明石板底下的人影有些兴趣 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石板上 用手电罩着往下看 可万没想到就是这么一眼 把我吓得寒毛直输 几乎是下意识地开口喊道 你们来看 这下面那个人 不就是那个老道吗 我对那石板下的人影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索性跪在地上 几乎是把手电筒 顶在了石板上 往里面照 终于让我把石板下面的那个人形 看了个七七八八 虽然看不清面貌 但那凌乱的头发 破旧的道袍和极有辨识度的布斜 不是之前那个老道又能是谁呢 听我这么一喊 夏老头和曲飞直都凑了过来 三个人三只手电 往石板下面照 虽然依旧看得朦胧模糊 但下面大致的情形 已经基本上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石板下面是个圆形的凹槽 也是用和石台一样的白色石材打磨而成 四臂看起来十分的光滑 手电筒光照上去 有微微的反射 虽然质地精良 但这个凹槽是漏斗形 越往下越小 最底下的尺寸并不大 刚刚能容下一个人而已 老道看上去已经没了呼吸 他的尸体就是被硬生生地 全成了一个垂手抱息的婴儿的样子 曲飞直颤上地问 师父 这是怎么回事 而且看这石板 也不像能揭起来的样子 这尸体又是怎么被放进去的呢 夏老头缓缓起身 盘腿坐在透明石板边缘 没有回答曲飞直的问题 而是叹了口气反问 你们听说过八卦中有一个卦象 叫波卦吗 我之前没事 倒是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 马上达到 波卦是《易经》第二十四卦象 更上昆下和地下山上 说到这里 我突然收了声 这山腹中的石洞 可不就是应了这地下山上一说吗 夏老头难得面带赞赏地冲我点了点头 不错 有长进了 这地下山上正是合了这波卦 我进一步追问 可这波卦波的什么呢 我记得《易经》上说过 波卦内容其实暗指的是治国之道 并不是字面上的波的意思 我看你呀 就是读书读傻了 跟你师弟一样 夏老头瞪了我一眼 你当我老人家白当你师父呢 没看过几遍《易经》 就敢和你从这里讨论这些东西了是吗 原文以床为笔 暗指治国之道 可你也不要忘了 不管表面如何 事情总有它的本质 波卦内容说的虽然是治国 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在于波 已经波落了 才能再去考虑中兴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我挠了挠头 没敢再跟夏老头继续狡辩下去 好像是这样的 第五十八集 夏老头对我的态度还是挺满意的 微微点头接着说 你们应该记得 我说过九镇 乃是龙脉学眼 生气汇聚之地 眼前这祭坛 就是按照拨挂之项布置 刻意抽取九镇的生气 以为己用 老家伙越说越兴奋 一边伸手指着周围 一边说 你们看这洞顶 地下 无数忠辱其时 再看这九具尸体 已经硬如磐石 但却不腐不朽 这便是生气聚集 造化神奇啊 可是 屈非值天不怕地不怕 第二怕鬼 第一就是怕着夏老头 可他这喜欢较真儿的样子 还真的是憋不住话 有问题就得问出来 看这九具尸体的方向和姿势 都是朝着中间那个位置跪拜 那说明这个位置 是很至尊很重要的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会把这个老道摆在那里呢 这老道也不像是能在什么地方 做到高位的人呢 说实话 屈非值这个问题 很直接也很尖锐 同时也问出了 我最想问的问题 确实 老道的尸体摆放的 这个所谓祭坛最中心的位置 按照夏老头的说法 也是生气最旺的地方 那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老道 在这个神秘的地方 是身居高位 能够享受这种待遇的 可问题是 以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 这个老道实在不像什么高层人物 当然 如果他所在的组织是丐帮的话 这个主观异端就自动不成立了 这个问题也的的确确确的 难住了夏老头 他站了起来 沿着那圆形的透明石板 来回踱步 眼睛死死的盯着老道 那模糊的尸体 似乎要用眼神 把屈非值提出的问题 答案给抠出来 我看着老家伙的身形 有点心疼 等他转了七八圈之后 起身把他拦住了 我说您也别转悠了 甭管这老道是丐帮 少林武当 还是峨眉松山泰山派 反正他没安好心 依我看 咱就简单点 这不就是一个根据什么 拨挂座的祭坛吗 咱给他砸了不就完了吗 又不是啥费劲的事 破了他的风水局 不就完了吗 你要是还不放心 回头我回去 拎点汽油煤油的上来 什么干湿不干湿的 一把火给他烧了多痛快 夏老头看了我一眼 突然轻叹了一声 傻小子 你说得轻巧 你觉得这一个拨挂阵 就能搞出事情 还是你觉得 单这一个老道 就能搞这么大事情 这背后啊 复杂了 我顺势把他拉着坐到的地上 也是真怕这老头子 累出个好歹 那您给说道说道 这怎么就复杂了呢 夏老头这会儿 也是真的累了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管不顾的 从兜里掏出了烟来点上 深深的吸了一口之后 才慢悠悠的说 要是我算的没错 这种拨挂祭坛 应该至少还有三个 至少 我略一思量 就知道他说的意思了 点头附和 您说的没错 这个至少要取四方位 最稳妥是九宫位 所以再出现八个这样的地方 也不稀奇 夏老头点了点头 我所担心的还不是 三处五处这样的地方 再如何 也只不过是死物而已 如你所说 砸也好 烧也好 总能把他们一一除掉 但眼前这个老道 却是最大的困扰 说明这个针对 九阵而来的神秘组织 依然还有人在活动 就目前来看 这老道肯定是一个 而且还不是多么高层的 至少还有一个接应 并杀死这个老道的人 说到这里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曲飞直 突然插嘴问道 师父 我又有个问题不明白了 他们要是嫌这老道 耽误事要灭口 那随便找个地方杀了不就行了吗 这深山老林的 随便一扔一买的 估计小半年都没有人会发现 干嘛非要费劲巴拉的 给他弄到这个山洞里来呢 听曲飞直这么一问 夏老头的眉目瞬间拧了起 扇子在手心里轻轻敲着 我和曲飞直不敢打扰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他 在那里沉思 这次夏老头 倒是没考虑多久 功夫不大 就站起身来 用扇子一指不远处的透明石板 嘴里蹦出了一句话 给他砸了 我不由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您这是又想起什么来了 这一听就不是个省力气的活 至少比一把火烧得费劲多了 夏老头的眉目舒展了不少 但语气却比之前都要严肃 无论是悬直躁动 还是这祭坛尸体 这个地方充满了诡异 但最近经的好几个事里 似乎都有人背后操纵 从张华南家里 那来历不明的符咒 到后来的买凶宅 这里里里外外可都是受了人点拨的 加上这次明显有人在接应这个老道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也要趁着这个机会发现点什么 否则我们太被动了 我点点头 明白了夏老头的意思 如果说之前弄点小花招来蛊惑九镇人的话 也许还算不了什么 毕竟人都有私心私欲 受点蛊惑也正常 但是这个山洞距离九镇不足三十里方圆 如此大的工程 周围竟然没有人知道 这想想也是蛮可怕的 而这些事情中间 恐怕都是同一只幕后黑手在操纵 而现在的老道 几乎就是唯一的线索 如果不能把这事搞清楚 真的是无法放心 说实话 这会儿我已经累得不行了 从一路追踪老道 开始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休息过 眼瞅着 这已经整整累的一天 身上真的是一点劲都没有了 不过下老头说的也有道理 这老道虽然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但背后确实是牵涉了不少方方面面 不把这事弄明白 真的是让人心里别扭 来吧 夜长梦多 动手干活 我一边说着 一边咬牙站了起来 往透明石板方向走去 这活说起来简单 一个字砸就完事了 可干起来要命 那石板至少有三五寸厚 怎么砸呀 估计一般的石头 还没它结实 我随手捡起了一块石头 咔咔砸了几下 不出意外的 连个白点都没留下 转头喊屈飞直 大博士 该你来动动脑子了 咱要这么干下去 这活能干到明年年底 屈飞直站在石板上 歪头响了一会儿 从自己的双肩杯里 取出了几样东西放在了地上 我抬眼看去 他拿出来的是半瓶白醋 一包盐 几节电池 我问道 你怎么还随身带这个呀 屈飞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习惯 习惯 带点自己觉得用得上的东西 习惯了 瞎老头也凑了过来 好奇地问 这些玩意儿管用 屈飞直的脑袋垂得更低了 我试试 我试试 说着 他开始动手摆弄地上的那堆东西 先把几节电池一个个地剪开 把里面的东西摊在石板上 然后又把盐撒在上面 最后拧开白醋瓶 把白醋小心仔细地 浇在了电池和盐上 等大半瓶白醋浇完之后 他又把这堆已经变得 跟泥巴一样的东西搅了搅 摊成了一个一米左右的圆形 这才拉着我和夏老头退后几步 示意我们在旁边等一会儿 夏老头有点懵 回头问我 这个真能行 我挠了挠头发 又看了看全神灌注 盯着那堆泥巴的屈飞直 低声地打道 我知道白醋的酸性最大 它拿出来的那种 也是酸心电池 具体操作我不懂 不过我估计 是想通过化学反应 来腐蚀石板吧 我这边正说着 石板上的那堆泥巴 就有了变化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和作用 反正就开始起泡啊 一个个的气泡 从那上面不断地冒起炸裂 一股有些刺鼻的味道 也开始隐隐地飘着过来 我冲着屈飞直 皱着皱眉头 好家伙 这是啥味啊 屈飞直苦笑着 拉着我们俩 又往后退了几步 这才说 应该是分离出来的 氨气和氯气 味道确实有点刺鼻 他正说着 那一堆泥巴的方向 突然传来了咔嚓一声脆响 瞎老头惊到 这就行了 屈飞直几乎不敢看 瞎老头眼睛的点了点头 石头的本身组成 就是碳酸钙为主 这山洞里又有不少中乳石 所以钙的成分应该更多 所以我就想试试看 我实在没耐心听他说完 捂着鼻子迈步就往前走 眼见为时看看就知道了 到了跟前一看 事情果然如屈飞直所说的一样 透明石板上出现了一道裂纹 虽然不深也不长 但至少看到了希望 按照这个化学反应下去 就算最终没法把这块石板 给搞出一个洞口来 也会让我们省力不少 这个时候屈飞直也走了过来 他不顾气味刺鼻 蹲在了地上 仔细地看着那条裂缝 手里拿着一根 不知道哪里捡来的木棍 不断地把那堆泥巴 往裂缝里填 希望借助这个方法 能更好地加强化学反应 所带来的效果 就在他专心置之 弄着泥巴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了一个 很奇怪的声音 像是小时候听过的 弹棉花的公子 发出的那种声音 紧接着啪的一声传了出来 听到啪的一声 我终于反应过来不对 抬脚踹向了屈飞直 在踹到他肩膀的同时 自己也借力向一边倒去 就在我们俩同时 摔倒的下一刻 一套黑影嗖的闪 狠狠地砸在了 刚才屈飞直 蹲着的位置 我躺在地上 抬眼看去 那是一只 一尺来长 二尺来粗的弩箭 因为这一下 射在了石头上 这只弩箭已经断裂了 但饶是如此 箭头也欠尽了石板之重 足箭之前发射力度之大 如果射在了屈飞直身上 不死也得丢半条命 我暗骂了一声 哼 敢暗 算老子 翻身起来 就想冲着射出弩箭的方向追过去 可直到此时 一股热辣辣的感觉 才突然从小腿上传来 我刚跑出两步 便不得不停下来 低头一看 一条血槽横贯小腿 虽然不深 但也是鲜血淋漓 显然是刚才 被那弩箭擦腿而过划伤的 这人的心态就是如此 不知道的时候还没什么 一旦知道自己受伤了 那么全部注意力 都会不由自主地集中在伤处 那种火辣辣痛感 也如同长着翅膀一样 飞速地冲进大脑 一下就把我击倒了 驱飞直 见我一下摔倒在地 赶忙连滚带爬地跑了过来 从双肩杯里掏出了纱布 帮我处理伤口 而另外一边 夏老头已经蹭了一下 蹿了出去 向着弩箭发射的方向 直追而去 瞬间消失在了黑暗之中 随着他的身影消失不见 片刻后传来了几声脆响 再然后就没了声音 又过了一会儿 夏老头独自一人 慢悠悠地走了回来 声音中透了一丝无奈 小子跑得挺快 我地形不熟 没追上他 我呲牙咧嘴地问 这后面还有出口 有 我看他闪了几下就不见了 追过去之后 看见一块石头后面 有个很小的出口 我怕有埋伏 又担心这里面还藏着其他人 所以没有追出去 说到这里 他问屈飞直 这小子的伤怎么样 没事 伤了皮肉 没动到筋骨 我大大咧咧地说 我没事 去看看那石板咋样了 那小子忍了这么久 才冲着屈飞直下手 八成就是发现 他有弄开石板的办法了 越是这样 我还就越想看看石板下面有什么秘密了 夏老头冲我一笑 伸手把我拉了起来 三个人慢慢悠悠地来到石板上那堆泥巴旁边 没成想 这效果有点出奇的好 那只弩箭箭头欠进去的位置 刚好就在泥巴旁边 在石板上割开的裂缝 刚好让泥巴流了进去 再加上那奇大的力度 一下让裂缝开裂了不少 反倒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屈飞直一见这个 立刻就来了尽头 让夏老头扶着我站在一边 他自己从周围找来了一块石头 攥在手里当锤子用 专心朝着裂缝汇集的地方砸 化学反应 加裂痕 再加他的一身蛮力 还真就让这块石板传来了 咔咔的碎裂症 夏老头赶紧架着我走过去看 好家伙 这短短几分钟的功夫 化学反应已经到了顶点 那看起来厚重的石板表层 被腐蚀的七零八落 脚踩上去咔咔作响 就像一个快要碎裂开来的鸡蛋壳 夏老头看得嘖嘖撑起 好家伙 这个再有一会儿就差不多了吧 我更是目瞪口呆 憋了半天说出来一句话 知识就是力量啊 屈飞植擦了擦满头大汗 傻黑黑的一笑之后继续干活 他从计台外面 找来了一块足有百石斤重的大石 一步步的挪到了碎裂中心外围一点 随后两臂肌肉奋起 猛的吐气开声 把那块磨盘大的石块 直接扔了出去 巨大的石块 一下砸在了碎裂的石板中心 紧接着弹到了一边 而被他砸中的地方 则在片刻之后发出了一片细碎的咔咔声 那些碎纹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大变深 屈飞植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看了看 伸脚在裂缝中心踹了几脚 随后冲着夏老头和我一伸手 师父 师兄 差不多了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走上前仔细打量 这 这就好了 确实如同屈飞植所说 现在的透明石板中心部位已经不透明了 上面满是酸性反映出来的白色石粉 而这种反应还在沿着裂缝不断地向下 石板变白的部分越来越多 我现在丝毫不怀疑一件事 如果给屈飞植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材料 它能让这整块石板 不 是整个祭坛都消失不见 我回头看见了夏老头 师父 您怎么看 我站着看 夏老头没好气地回了我一句 你让我评价一个博士做的化学实验吗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得让我研究火箭怎么上天了呢 干活 我无奈地撇了撇嘴 跟着夏老头来到了一边收拾东西 这屈飞植再厉害 它用来做化学反应的材料也是有限的 目前能容我们下去的也就是一个一米直径的洞口而已 而根据之前的目测 从石板到老道的尸体至少还得有两三米的高度 既然找不到机关在哪里 那就只能预备好绳子直接锤下去看个究竟 托车绳还在洞口外面挂着 不过好在我们还有应急方案 不说别的 就是夏老头腰里那根缠腰的布条子也能够三米长了 再加上我的腰带和屈飞植的背包带 凑上五六米的长度 下到这个洞里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等我和夏老头把能找到的布条集中起来搓成绳子 屈飞植已经把那个洞口彻底打开了 他看看夏老头又看了看我咬了牙说 要不我下去吧 我摆了摆手 得了吧 我下吧 您这脑袋瓜好使 得认真保护好 别下面真有啥再给吓傻了 第六十集 说着 我把手里的绳子在腰上缠了一圈 绳头系了个扣 转身面对着夏老头和屈飞植说道 装好绳子就成 上面要是有什么事 可就靠你们俩了 废话真多 麻溜的弄完 夏老头摆了我一眼 虽然 虽然嘴里说话不怎么好听 这老家伙还是伸手死死地攥住了绳子的另一端 我冲他黑黑一笑 双腿微微发力 顺着洞口缓缓地向下坠去 一米的直径说大不大 但也足够让我下去的 下面的空间一开始还算大 不过能明显感觉到是个漏陡的形状 越往下越收窄 而且四壁光滑 无一处可放手置脚 不由的就有一种压迫感扑面而来 尤其脚下不远 就是老道尸体的时候 那种感觉更是非常的压抑 好像如果我再晚下了一会儿 他的尸体就会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消失不见 下降了差不多到了三米左右的时候 老道的尸体对我来说已经触手可及了 我回头向着探头过来 看得下老头摆了摆手 让他们不要再放绳子了 然后我自己腰腹用力 腿往后蹬 一下来了个大头朝下 伸手去摸老道的尸体 他的尸体这会儿已经冰凉了 关节处也开始发应 根据硬化程度来简单判断一下死亡时间的话 跟我们进入这山洞的时间倒是吻合 说明那个接应他的神秘人带他来到山洞之后 并没费多少话 就把他杀死并放进了这个里面 因为老道的尸体是侧卧全缩 我就伸手往他搁着窝里面抄 甭管怎么着 都先把他弄出去再说 在这个里面可什么都施展不开 我抓住他一边肩膀猛然发力 让老道从侧躺改成跪姿 然后双手从他腋下穿过 再从胸前护握 相当于把他抱在了自己胸前 洞口上面的下老头一见我准备好 立刻招呼趋飞直一起发力 两个人扯着绳子 把我一点点的往上拽 一开始上升的速度还算快 可刚有这么一半的时候 绳子突然停住不动了 我气呼呼地喊道 我说二位 卖靶子力气啊 我这抱着个尸体掉在半空 算怎么回事啊 屈飞直的声音 有点颤飞飞地从我头顶上传来 师兄 你 你看看 脚底下 我没好气地回答 有事直说 我看得见吗 我还真不是诚心挤对他 也不是我不想看 而是我真的看不见 为了更好地固定老道的尸体 以及省力 我的脑袋几乎是紧紧贴在了 老道的后拨梗上了 根本就没法挪动视线去 看脚下还有什么 这时夏老头发了话 别废话了 拉他上来再说吧 于是绳子再度被拉紧 我也开始第二次上升 等好不容易挤出了那个一米的洞口 屈飞直赶紧伸手过来接老道的尸体 可等他把老道尸体接走之后 夏老头却没有拉我上去的意思 而是用下部颗点了点 自己低头看看 我不明所以地松开了 已经抓住石板边缘的双手 回头去看那已经没了老道尸体的洞底 只见那里放着一个银色的匣子 我问夏老头 那是什么东西 夏老头摇了摇头 我要是知道 刚才就不用那么多话了不是 成 明白了 我这绳子也甭解开了 再来一次吧 等屈飞直放下尸体过来 他们爷俩再次缓缓放绳 我也第二次来到了洞底 这一次 我没有再做什么凌空悬停的事情 而是直接把脚踩在了洞底的地面上 仔细地观察着 这个被藏在老道尸体下面的东西 脚下是块直径不到两米的圆形石板 中间抠出了一个差不多能有一米五长 八十公分宽的石槽 那个银色的匣子 就端端正正地嵌在石槽里面 离近了看 这匣子其实就是一具棺材 纯银底色 触手冰凉 我不太会判断质地 说不定这棺材就是银子做的 从尺寸来说 这种大小的棺材 一般是给家里夭折的孩子使用的 再看做工 赞刻精致 花纹精美 绝对是上品的手艺 再加上棺材下步 跟着洞底石槽卡的是颜色和缝 能看得出 绝对得是一等一的好工匠 才能做得出这等的活 不过想想 这石洞中怪异的祭坛 和从未见过的透明石板 似乎这棺材的工艺 又算不上特别出乎意料了 不过最怪异的地方 就是这棺材上的文饰 有些讲究的大户人家 会在棺材上绘制 或者刻制一些文饰 各地各时的讲究不同 所以文饰各不相同 但总体来说 都是祥瑞图案 龙凤麒麟有之 仙鹤松柏有之 神龟祥云亦有之 图的就是个极力的彩头 愿心丧之人去了另一个世界 也能乐享祈福 可是眼前这具棺材上雕刻的 却是凶兽 有手无身 夜下生目的是饕铁 有意能飞 骑状如虎的是穷骑 人面虎身 毛长尾长的是陶 六足四翼 四鸟四犬的是混沌 这上古四大凶兽 都被这样刻在了棺材盖板上 在手电筒的灯光映射之下 光滑流转 说不出的恐怖和离奇 正看得出神 夏老头的声音 从头顶上的洞口传来 我说啊 下面咋样了 能弄上来不 我深吸了一口气 打量了一下四周 目测了一下棺材的尺寸 随后打到 我看差不多 先试试看吧 先试试能不能抱起来 抱得起来就弄上来 抱不起来 就从下面直接开了它 好 我答应了一声 随后双腿分开 跨在棺材之上 俯身下腰 伸手硬抠着棺材两侧的纹饰 双臂稍稍发力 先试试这棺材的分量 这棺材比我想象的沉 而且感觉里面 似乎有液体在晃动 我皱着皱眉头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样东西再沉 只要它不会动 那怎么都能想办法搬走 可如果是液体 就很不好弄 它会在容器里面来回晃 重心就会随之变来变去 想安安稳稳地搬动它 那真的是难上加难 夏老头趴在洞口又问 怎么样 行不行 要不要我下去 按说他能下来最好 可我们现在只有一根绳子 下得轮流下 上得轮流上 这地方诡异异常 要是再出个什么幺蛾子 或者之前偷袭我那人 去而复返 那我们爷仨可就真出不去了 得生生地饿死在这个石洞里 我抬头冲着夏老头摆了摆手 差不多 我给他弄上去吧 您二位准备拉绳子吧 说完这话 我重新俯身伸手 一声怒吼之后 硬是把那小棺材给提了起来 随后二次发力 双手抄到棺材底下抠住 随后打吼了一声 走 头顶上的夏老头和屈飞植同时发力 生生地拽着我和棺材一起往上升去 为了保险起见 我在棺材刚刚离开地面的时候 把两条腿也盘了上去 希望用双脚双手来固定住这个棺材 初看起来一切顺利 我抱着沉重的银棺 慢慢地向上升去 可万没想到 就在到达整个洞身一半距离的时候 一变突发 我是双手双脚同时盘在了这银质棺材上 按说凭我的力气和这个高度来说 虽然费力了一些 但弄它上去也算不上特别难 可我却忘记了自己腿上 之前被那弩箭弄出的伤口 因为银棺太重 短短的一会儿功夫 我的胳膊和腿已经有些发麻了 我下意识地调整了一下姿势 结果棺材的一个侧边 好巧不巧地压在了我小腿伤口上 棺材触感冰凉 但伤口被压 却是火辣辣的疼 两种感觉这么一冲 我就有点扛不住了 右腿不由自主地 静挛了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